随着11月3号的总统选举临近 多加美国媒体预测 新冠疫情之下 大约半数选民为避免聚集 将选择邮寄投票的方式 选票能否及时寄回并接受计票 可能影响总统选举的结果 美国邮政局14号说 这一机构的督察部门 已经启动了内部调查 涉及削减成本措施 是否导致邮件处理时效变慢 局长以往政治捐款 是否与总统选举邮寄投票 有利益冲突等方面 围绕邮件时效 在最新披露的一封 写给美国46个州 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选举官员的信件中 美国邮政局警告称 数百万张邮寄选票 可能无法及时到达 以至于11月3号大选日当天 可能无法完成相应计票工作 这一机构建议 应在投票日一周前 完成选票填写及计回 有批评人士指责 美国邮政局新任局长 路易斯·德乔伊 导致投递服务放缓 报道称 德乔伊上任后 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 包括缩短营业时间 及停发夜间邮递等 在批评人士看来 这些调整会拖延邮政服务 此外 德乔伊是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曾给特朗普及共和党 捐款大约270万美元 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 要求调查他与邮寄投票 是否有利益冲突 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 14号向德乔伊发送公开信 要求德乔伊解释 他对邮政局所作改革 一些立场较为激进的 民主党议员甚至说 德乔伊就任后推行的新措施 涉嫌干涉选举 应对他启动刑事调查 特朗普15号为德乔伊辩护 称德乔伊只是试图 精简美国邮政服务 努力阻止多年来发生的巨大损失 让他再次变得伟大 特朗普数月以来 持续抨击邮寄投票 宣称那可能引发选举欺诈 特朗普13号承认 政府不想拨给美国邮政局 新冠疫情援助金 目的是阻止更多选民 以邮寄选票形式 参与今年的总统选举 对此民主党人很快指认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 为增加自己连任几率 放任邮政局陷入资金困境 并企图为民众投票制造困难 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的前副总统乔拜登说 特朗普不想选举